现在有车一族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越来越多人购买了属于自己的车 但是与此同时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车和驾驶者 就不得不完善和规范一些交通制度 所以不少驾驶者最害怕的就是被罚款扣分 那么你知道除了文明驾车以外 如果你的车上没有这三样东西 也会被罚款扣分 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东西吧 第一个东西就是三角警示牌 这个警示牌的一般都是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需要在车的后方一段距离放置的东西 这不仅可以让后面的车辆注意到前方发生的事故 需要减速慢行 还可以有效避免其他事故的发生 和保障车和人员的安全 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后 在等待事故处理的那段时间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忘了放置三角警示牌 第二个东西就是灭火器 这是为了应对一些紧急的情况 如果车辆着火了 有了灭火器就可以尽快地灭火 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情的发生 也减少了损失 车不会着火之类的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需要配备着灭火器 如果没有配备还可能会被扣分罚款 所以一定不要轻视它的重要性 第三个东西是反光背心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 被它只出现了在2018年1月1号以后生产的车上 这可也不需要自己去购买 是出厂的时候缺车带的 它的作用就是在夜晚出现交通事故后 人在车半时能够更好地被后面的车发现 当然在白天也可以使用 车间的时候如果没有反光背心 可能会被扣分了 司机不仅需要文明驾驶 这些知识也需要了解 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在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 帮助到自己 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被扣分和罚款